明月石化工業區 明月石化工業區大概已經40歲 它的位置大概就是在高匹溪的沖濟平原 其實在更北一點有所謂的大化工業區 明月石化工業區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這個中油新三清要擴產的關係 它本來是要擴張範圍要超出原本的工廠的範圍 後來變成就是就地更新擴產 擴張產能其實他們通常都會說 他要更新 然後他就會把設備做得更好 然後就說服大家去同意 其實擴張產能他同時 就是他在更新的同時都會伴隨著擴張產能 那也因為這樣子當時我們就要求 他們要比照六清一樣做一個環評監督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要做這個健康風險評估 好不容易終於有一個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內容其實他們一直不願意公開 一直到最後我們設法去要到他們的健康風險評估 第一期的時候的計畫的內容 可是當時這個計畫內容我們看到以後發現 在當地的比較多人居住的所謂人口的聚集地 裡面有個地方叫善圍 善圍那個地方的終身增量是在風險 僅能高達1.22乘以十的負四次方 十的負四次方其實是相當的高 一般現在國際上在談的大概就是十的負六次方 也就是百萬人裡面如果一個因為降而致癌 大家其實就已經很不能接受 所以要把它降到他之下 而不是這個就能接受 那你想想看那十的負四次方也就是一萬人裡面 你有一個人可能因此的致癌 你能接受嗎 當然是不能接受 所以善圍這個地方確實是這個污染的下風處 它的污染的情況非常嚴重 自己身邊的親友最近就有兩個人是得到肺癌 一個已經過世了 那另外一句話就是污染很容易 他們天天都可以合法的排放這些致癌路 就算合法他們只要繳空污費就好 空污費大家算一算 如果剛才我們算補貼的時候 再把這個很低的空污費 再把它算下去的話可能還不值 所以這個污染容易 可是我們要就責很難 每次只要說大家在因為污染而離癌 他們就有一些學者 包括可能像溫大教授這樣的人 就會跳出來說是你們南部人這個生活習慣不好 你們抽菸你們吃冰狼 很多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看過相關的論述 所以很難就責 因為他們就所有其他的因素在干擾 所以我想一開始他們講石化專區 聽起來好像是要把這個地下管線的問題解決 感覺上是很有正當性 很有社會的這個正義 不要讓這個管線經過住宅區 問題是如果他真的牽過來之後 他會只是這樣子就罷休了嗎 我們看到六清 當時六清的一起跟現在的六清 他已經差距多大了 何況他們一定會開始說 那他要怎麼樣單位成本再下降 他要多賺一點錢 可以多賺一點GDP 就像剛剛講的 所以到時候恐怕他會是一個石化大怪獸 而不是所謂的石化專區 好那我們給大家看看 這些發出怒吼的這些小港人 他們住在哪裡 他們住在這樣的地方 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你我家前面有油草 然後後面有煙囪 你喜歡這種生活嗎 所以這也是我剛剛說的 石化高質化 我們真的就放心了嗎 台藥石化距離 這個台藥石化就是中油跟中巷 跟富邦金合資的 富邦金只有3% 中巷48% 中油有49% 這樣子一個所謂強調他們拿了專利 要做所謂的高質化石化廠 我不知道它的高質化是有25% 還是真正達到剛剛講的30%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任何的data 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會有哪些污染物 我們要不到任何的資料 說明會他們也不講 我們跟高爾斯環保局也要不到 高爾斯環保局 我們跟他們要了以後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 最後只告訴我們 目前他們的許可排放量是多少 兩個製程 兩個製程 其他的污染物我們都不算 硫氧化物淡氧化物悬浮 威力都算了 都不講 只講VOC 會發現有機物 他們就拿到了400噸 這是一個許可量 那如果到時候實質排放量 假設減半 至少也有200噸 我們可以接受嗎 以台灣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混雜的一個情況下 而且 我們知道從開發行為 因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 細目跟範圍認定標準裡面 所謂的實化高質化產業 它都不是副表一 它都會被列在副表二 可是副表二呢 它必須要5公頃以上 才要環評 這些所謂的高質化實化廠 它不需要那麼大的腹地 它幾乎都不用環評 那未來我們怎麼去規範 像這樣子的長 我想這是一個 大家必須要一起去討論的問題 這是我們講100公尺 還是很客氣 仔細去算 他們其實 離這個台藥實化 跟這個國小時間只有91公尺